台中花博将于11月3号开幕 位于后里森林园区的 聆听花开的声音大型装置艺术 是地表最大的机械花 而是由台北市大运圣火装置团队设计 结合了艺术、人文与科技 以697朵火红机械花组成 伴随了昼夜光影变化、大地以及机械扬声 要邀请民众一起来参与花博 听见花开的声音也欣赏花开的姿态 跟着音乐张开无数个红色散花 将近五层楼高的巨大球体 是台中市政府为了花博所打造的大型装置艺术 叫做聆听花开的声音 是地表最大的机械花 这天市府也特别抢先在花博期间 首度对外亮相 这一次结合科技跟人文 形成了这一朵地表上最大的机械花 长宽高个15公尺 而且它是会绽放收盒 它搭配着灯光跟音乐 有千变万化的可能 坐落在后里森林园区的聆听花开的声音 是由台北市大运圣火装置艺术团队 豪华朗机工一手打造而成的 以球形空间作为骨架 697朵的接线花 都是用雨伞的布面做成 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 除了能够白天展演之外 还能够搭配夜间灯光秀展现不一样的声光赏宴 透过音乐跟装置之间的演出呢 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 与一个对于自然界回馈的一种状态 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剧场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静下心来 聆听花开的声音 聆听内在的声音 也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用这个方式让花博 不只是是花花草草放烟火的活动 它事实上是一个台湾 在世界上要被看见 那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 市府也表示 这些花朵可以依据日照风向等环境变化 进行不同样貌的演绎 例如微风吹拂时 花朵随之摇摆 人群聚集时 花朵也能够含羞卷起 样貌千变万化 也欢迎民众届时一同来到园区里 感受台中花府盛况 建成播和台中餐有报导